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的道路 宜专一线里程1.5K处 也就是售票站前1.5公里的地方 在今天早上7点20分左右 发生了上边坡土石摊坊 而且持续落实当中 交通双向受到阻断 暂时无法通行 园区也紧急宣布暂时休园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外道路 与专一线1.5K 在今天上午7点20分的时候 接获通报发生土石的摊坊 预判是因为连日下午的墙降 造成土石不稳定 目前持续的摊坊 目前的道路是中断 双向的中断 罗洞林晚处目前已经积极投入墙通工作 初步预计在下午才能完成单项通行 不过因为近日都有午后雷震雨 实际抢通进度仍需要 视现场状况有所调整 那园区已经请厂商来进驻 尽快的抢通 那希望在傍晚以前 能够恢复通行 那目前留言的游客数有170人 员工有58人 那食物的方面跟住宿的方面是无语 那园区这边也会提供 激动的提供主要性的服务 让游客可以安心 那希望在今天晚上以前 可以顺利的下山 那这个路摊坊了 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 对你们游信有没有影响 没有啊 那我们算作安排免费午餐 你们觉得这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好好 由于目前崩塌的面积达到3500平方公尺 罗洞林馆处考量到坡面 仍有大量浮动石头 恐有持续滑落的可能性 因此基于旅游安全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明天将持续性的修员 以进行探方抢修工作 而相关即时更新资讯 民众可随时关注 太平山官方的脸书粉丝团 或是官方网站 伊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